好,简单来看一下这次线线活动的战利品吧 首先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这样的水杯 然后因为他是有爆米花送的 所以他这水杯是给你一起看电影的手感 然后是一个莲茂山 莲茂山我去年就在CJ见到过 然后是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个椅子上面是有这么一块布的 我打开来看一下 他这个品刻边的品刻边反过来反过来是一个该影 反该影经济员该影 对 然后的话我是拿了四条 我原本是把所有椅子上的这些布都拿了 然后就我觉得还是拿太多还给了那个 那间因为他要别的程序也要用 然后里面是有一条丝带 丝带就是决定的是先进场后进场 黄色袋子就是 黄色袋子是先进场粉丝袋子后进场 然后我是在问答当中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送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灰章中间好像是有贴纸 拆开来看 然后的话 啊对这个行李箱 这行李箱其实很轻 很轻 他其实这里是有个密码锁的 看一下有个密码锁 我已经解开了什么080 然后的话我打开看一下 他有两条这个链子 然后这里面是 里面这里面有个杠 有两条杠 这两条带是用来固定的 用固定的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个链子 他是会里面塞一些东西 可以塞一些东西的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白雪人抱枕 他是每一个座位都有抱枕 有一些人是平克兵抱枕 有一些是白雪人抱枕 也就是说你选定了座位 你的抱枕就固定了 你坐哪个座位 那个抱枕就是你 你坐了最后不能改 然后有些人是在问答 抽奖当中是有十斤零抱枕的 我其实很可惜 我当时是没有注意到 我是20号 因为我当时在找贴纸 然后我找到之后 我就已经忘了 忘了要上台 那就这样子了 对 稍微一些 对 对